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你收看我們今天12月17號的 財源廣進 今天是禮拜一 那又是新的一個禮拜的開始 但我們從這個禮拜 禮拜一的走勢你會發現到 照理說這個禮拜會有一個特色 什麼特色就是這樣說 我們稍微看一下指數呢 那今天的盤空間不大 是小漲的 目前快收盤的小漲28點 可是你從今天成交量來看 649億 預估到收盤呢 像看起來不到800億 頂多800億左右 所以指數量收的格局裡面 慢慢漲 漲不多 但問題是台股到底有沒有機會 那今天量收的原因 因為快聖誕節了 那外資也慢慢陸陸續續的 在休假當中 所以如果說台股沒有外資的話 那個量都出不太來 可是呢 這不代表著說台股他沒有機會 為什麼 這裡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這個禮拜呢 禮拜三是台子期的結算 那禮拜四呢 是聯準會的會議 那現在以這兩件事情來看 照理說應該是聯準會 禮拜四開完會之後的會後聲明 應該會比較重要 那現在到底怎麼看 我們直接來看 其實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台股在這個禮拜 他進入到攻擊的關鍵時刻 那到底會不會攻 這個禮拜的後半週 他是重點 所以我今天測標起來 後半週是攻擊時刻 那個是很重要的那個時間點 好不好 那之前我們在 節目裡面我們有跟大家提示過 整個台股的技術面 走到這裡的時候呢 他慢慢進入到 技術面要攻的那個時間點 因為當時我記得在 圖形我拿一下 這是19號的 好 19號的時候我跟大家講 月線下來台股就攻 10月19號我跟大家講 10到9個交易日 所以10月底台股開始落底攻 對不對 以這樣的理論來看 12月5號 那時候我跟大家講 季線沒有過 沒關係 台股先回來走區間 那等什麼時候 等14天 季線下來之後 台股就要攻季線 那這個14天到今天為止呢 已經越來越接近了 剩7天 剩7天 好 那為什麼這麼說 來仔細看 現在目前 整個季線的位置在1019點 昨天是1036 在前一天1054 在前一天1069 有沒有 各位為什麼要念這個 有沒有發現季線慢慢下來 對不對 那照理說這兩天季線要破萬點 季線破萬點會下來 但是下來不是說下來就沒了 7天之後他會跌更兇 季線會跌更兇 所以呢 台北股是在這一段的格局裡面 他就是維持區間 但是這個區間當季線下來之後 就有機會攻季線了嘛 但是這個時間點我認為後半周的機會比較大 原因在哪裡 因為 這個禮拜三是台子期結算 所以在禮拜三的這一段的格局裡面呢 其實台股呢 他攻或不攻已經無所謂 他只要守穩就可以了 如果你守穩 你整個季線就下了 但是呢 會不會有沒有機會往上控 你看今天這個台灣50 台灣50今天這根K棒 比大盤這根K棒長多了 那代表什麼 因為你 期貨結算嘛 你全子股要動嘛 所以就動台灣50 所以台灣50跌不下去 你說台股要怎麼跌 甚至於台灣50要離月線只差一點點 所以台北股市也很有機會 他先站穩到月線 站穩月線之後 季線下來 後面就要準備攻了 好那為什麼會不會攻 到底有沒有機會攻 這要看 未來聯準會的會議的記錄 到底怎麼去看 因為這關係整個匯率的變化 那如果說我們就從 先從匯率的角度來看 因為這個禮拜四 聯準會要升息 這個禮拜 今年第四次升息 應該是確定啦 應該不太會變 問題是重點是明年升不升嘛 對不對 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講 美元應該會在這地方建高點 美元應該在這邊建高點 而且我認為聯準會明年的升息 有那麼一次就已經很不錯了 所以呢 美元建高點之後 照理說 聯準會不再升息了 或升息次數減少 或後面升息的時間點拖長 沒關係 這個就下來了 當這個下來之後呢 新來幣匯率就有機會升 所以你會發現到 今天整個新來幣的匯率 目前幾乎在平盤左右 歐元已經漲了 現在沒有看到人民幣 人民幣今天也升值了 所以呢 整個新來幣匯率 它升值機率很大 所以呢 整個台股還是有機會 往上去走攻擊 所以 當整個匯率有這個 有這個利益在 然後呢 當技術面已經來到重要 關鍵時刻的時候 我要建議各位 有低點你要先買 好不好 有低點你要先買 不要每次等到那個答案出來了 然後你後面再來追 後面也不敢追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你乾脆這樣你先買 當然你會說 老師會買什麼股票 我不知道 好沒有關係 這個LINE能夠幫得到你 好不好 這LINE能夠幫得到你 是不是真的幫得到你 好各位 今天我在LINE裡面有提示一檔 這個禮拜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你先想看喔 這個禮拜 三台子齊結算 你台股不能走弱 所以呢 在這個禮拜 三之前 那些之前比較偏弱勢的個股 他一定要守穩 什麼叫偏弱勢的個股 比方說這是國聚 你看到國聚之前高點賣掉之後呢 他就跌下來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國聚沒有站上月線 華新科也沒有站上月線 對不對 環球金也沒有站上月線 那現在這幾塊 就是在這一塊 之前比較偏弱的個股裡面 唯一站穩月線 而且有機會先領頭上攻的股票 今天在LINE裡面就有跟大家講 哪一檔 他叫PA的文貌 我說技術面站上頸線是多方攻擊 起漲攻擊的訊號 現在離頸線只差一點點 我是建議大家把握低點 因為你會發現到 今天3105的文貌 他已經上來了 早盤那時候跟你講 他已經開始慢慢上來了 今天成交量都出來了 那所有被動元件 吸菌源光學類股裡面 就只有穩帽 他是守穩月線 守穩月線之後是不是會攻呢 到底有沒有機會攻 各位 如果你資金不夠大的 當時我跟各位講過 12月12號 我跟他講說 今天會員開始進場低階 買一檔股票 圖形在這裡 我把圖形放大在這裡 結果這檔是哪一檔 洪捷科嘛 同樣做PA的嘛 洪捷科都能夠大抵完成 你說文貌上不去 我覺得不合邏輯啦 當整個文貌站穩緊線之後 過錢高站穩緊線之後 今天我們的會員的持股 洪捷科還會繼續再往上攻 所以當你掌握這個輪動的順序 你可以提早先買 我再舉個例子來講 12月12號 我在那裡面跟大家講 5G晶片封裝的大贏家 他叫迅欣 你看喔 11號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建議你把OD接啦 我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12號當時我跟大家講 他叫迅欣對不對 就你看喔 上個禮拜排也沒什麼漲 結果他每天漲 真的他每天漲 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到 奇怪我們的股票怎麼每天都在漲 而且我們在低檔嘛 到現在為止呢 你利於不敗之地啊 你買的成本夠低 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所以當你能夠掌握低檔 掌握市場的輪動 你可以讓市場上面的人來幫你抬轎 而且抬轎不會是留於檔啦 檔檔幾乎都是啦 12月12號 跟你講過車用的同志嘛 對不對 12號跟你講同志啊 那時候我們在11號的時候 我們就低階了 你擠一看 到今天還是繼續漲 當時在低檔的時候就滿 所以你沒有追高的疑慮 所以呢當這樣的一個操作模式 你能夠去掌握得到的時候 我跟他講 台北股是當你能夠分析的出來 合情合理邏輯的去推領 那到底這個盤現在動什麼 啊這個地方呢 什麼樣的股票是重點 當你能夠看到那些重點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這個時間點 你該買什麼樣的股票 所以呢 上個禮拜 當你看到了同志已經創近期的新高 6451的訊星也創近期新高 8086的宏傑克 我們低檔買也創新高 那這禮拜有新的輪動在 那新的輪動到底在哪裡 你先想看啊 當3105的穩帽 你看到現在還在漲 現在在漲啊 今天已經來到今天新高了嘛對不對 當這檔個股呢 還有機會再往上攻的時候 我就說 我們的穩帽還會繼續漲 但問題是你沒有跟上啊 那怎麼辦呢 當這些股票會漲 我跟你講下一檔就要漲這檔 下一檔就要漲這檔 還沒有動啊 你趕快一起來啦 因為當這檔個股一過緊線之後呢 是兩個月大底完成 後面會有波段的攻勢 而且這檔個股 當我一公開你會覺得說 應該就是這檔 問題是你掌握不到這些訊息嘛 那我是建議各位 不用追 不用等到答案出來 現在整個盤是合情合理的 邏輯的推理 我們都一直在幫你 去掌握當中 所以呢 後面要輪動的個股 我建議你提早布局好不好 後面會有一個波段攻勢 而且當他一攻的時候速度會很快 所以呢 你千萬不要放棄 好好把握 所以呢 掌握不到這些訊息的 我們現在新一波輪動 正在啟動 而且我們重新累積績效 如果你想要掌握下一檔 輪動攻擊股 歡迎你 廣告之後 打電話進來 給你體驗了一個機會 祝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 本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未來 使用 新的情報 公司 可以 在等待 下班 也許 收入 在等待 下班 下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